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靠孙子光头照顾 明天光头不在 早让人来看护 爸爸沉迷于电视 根本不管这些事 光头光头信网站 忍不住点开了视频交友 网上歪挂猎找太多 好不容易碰到个身材不错的大胸男 光头立马停下 两人聊了起来 对方26岁 光头17岁 光头想要看大胸男的脸 大胸男要求先看光头的身体 光头配合的脱了 大胸男大方给他看脸 光头看得春心荡漾 两人正要进入主题 网络卡了 缓过来时已经换成了别人 光头郁闷的盖上笔记本 夜里睡不着 打开窗户点了根烟 早早醒来和老爸一起吃过早餐 去屠宰场上班 爸爸请大胡子师傅带他熟悉环境 大胡子教他用水管从上倒下 冲洗猪肉 要保证绝对干净 恍惚中 光头独自在森林里闭幕冥想 突然听到附近有奇怪的声响 画面切回屠宰场更衣室 大胡子拍了拍他 问一切都还好吗 让他把地上的血迹全部冲刷干净 做完事后去冲澡 光头干完活 没洗澡便回去了 坐地铁时 有些精神恍惚 把屠宰场和网络聊天室的场景 串在一起 被吓得喘得出气冲下地铁 却看到 那位网络聊天室的大兄美男 坐在列车上 对着自己笑 车很快开走 光头有点懵 回家打开笔记本 再次登陆网络聊天室 寻找那位大兄美男 可惜并没有找到 独自在安静的湖里游泳 突然被手抓住脚 吓得他一个机灵 从浴缸里惊醒过来 水已经满得溢了出来 他在房间养了只蜥蜴 给他投食完 再次打开了那个同志网站 白天在屠宰场干活 冲刷猪肉 中午和同事们一起吃午饭 怕同事问他 怎么不喜欢冲澡 吐槽他 这样永远交不到女朋友 闻着像头死猪 但胡子劝怕同事闭嘴 向光头解释 判同事只是忌妒 他老婆不肯跟他鼓掌 不管他洗不洗澡 大家跟着调侃 这次光头冲刷完地上的血迹 却意识冲澡 起则洗着 人开始犯晕 甚至吐了出来 大胡子看到很担心 光头刚想去旁边休息会儿 人变滑的摔昏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在医院接受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跟生理无关 跟心理有关 老爸听说 他预约了心理医生 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工作 无奈到明天早上带他的班 光头给爷爷吃了今日份的药 自己也吃了些 睡前再次打开网络聊天室 切了好几个画面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视频还开着 对话框上有行字 醒了跟我说 对面竟然是上次的那位大兄美男 两人都在维也纳 自我介绍完 互留了联系方式 光头今年秋天开始上大学 想学宇宙学 大兄美男有些惊讶 但很高兴认识他 光头去看心理医生 闭眼坐在治疗室中间的椅子上 他认为 房间里最恐惧的角落 在自己身后 坐地铁回家 看着小视频释放压抑的情绪 夜里躺在床上 迷糊中 有个胸前带着红色胎机的人 走进房间 想要触摸自己 光头被吓醒 赶忙开灯 睡不着打游戏 接到大兄美男电话 对方邀请他来参加一个地下派对 想和他在现实里见面 光头答应了 很快收到对方发来的地址 洗漱收拾了一番 爷爷爸爸都已经睡着 他帮爸爸关了客厅电视 便出门赴约去了 到地方后 给大兄美男打了个电话 对面是语音留言 低厅的LED小屏幕上 竟然显示着 你在害怕什么 灯光令人眩晕 音乐震耳欲聋 光头有些卡不住 去厕所缓缓 出来洗脸 从镜子里看到大兄美男 赶忙转身跟了上去 跟到一出门口 却把人跟丢 光头很失落 回家推衣服睡觉时 发现养他缸里的蜥蜴不见了 不在自己房间 也不在客厅 等他打开爷爷房门 发现爷爷倒在地上 已经离开了人世 葬礼很冷清 来的亲朋好友并不多 回家后 光头在整理药丸 爸爸直接把爷爷的药 拿去丢垃圾桶 光头一气之下 把桌上的东西都掀了 大力关上房门 爸爸很生气 进房问他 疯了吗 刚才声到哪出 将他沉默地躺在床上 便郁闷地出去了 光头心情低落 给大兄美男打了个电话 哽咽到自己刚出席了 爷爷的葬礼 现在在家 大兄美男问他 需要分心吗 约他去艺术馆 两人在艺术馆的 大雕塑前碰面 美男表示 自己需要想事情的时候 总来这 光头以前没来过这 忧伤到爷爷去世那玩 自己去查看过他 美男很抱歉 光头问他 相信灵魂吗 美男不知道 觉得这取决于 怎么定义灵魂 光头就说 当你肉身死亡的时候 有一部分是不死的 美男笑了笑 去了下一个展厅 介绍说自己在学艺术 光头坦言 他多数时间 自己很难看懂艺术 美男觉得 这与看懂无关 更多是去体验 问光头 这里哪件作品 令他印象深刻 光头不知为什么 很喜欢那座 九神迪格尼索斯的雕像 那是狂欢的象征 美男觉得 可能因为是个裸男 两人走出艺术馆 光头不想回家 想去看美男的那些艺术品 美男带他回自己家 加里亚而知 可爱的小宠物 光头打量他家 很艺术 还有一幅扭曲的 多床人物画 美男介绍说 是一个朋友送的礼物 光头好奇 他从事哪种艺术 美男打开投影仪 和手机摄像功能 带他体验 让他把T恤脱掉 光头犹豫了 尽管他们已经在视频里 看过彼此的身体 但光头认为 这不一样 这是在现实中 美男没再坚持 和他调换的位置 脱了上衣 让他给自己拍照 光头越拍越近 美男接过手机 把镜头转向了他 见他脱了衣物 露出胸前的红胎记 越走越近 暧昧地摸胸鸡 美男赶忙让重手 一把把的推开 光头传说的地上 开始犯病 美男发现他情况异常 很是担心 光头从美男床上醒来 美男问他 刚才怎么回事 光头淡淡的 只是焦虑发作了 美男表示 自己刚下坏了 好奇那是种什么感觉 光头解释 就像一个黑洞 长在自己胸口 美男坦言 没想带给他这些 只是 自己很久没跟人 这么亲近过了 光头问他 为什么想要见自己 美男诚实的 因为你的胎记 你生下来就有吗 光头回答 是的 妈妈给的 他在我五六岁时出走 美男坐到他身边 提出想要碰他 光头点头同意 美男轻轻触摸 他胸前的胎记 问是什么感觉 光头表示 他没那么敏感 突然 美男抬头望着某个方向 问他 听见了吗 公寓里有其他人 说完就起身前去查看 发誓自己听到有人 光头却什么也没听见 美男问他 你在想什么 光头直言 我想亲吻你 美男又问他 为什么 你不直接坐呢 光头就没亲吻过任何人 美男让他闭上眼睛 温柔地吻了上去 两人慢慢倒在了床上 开始亲密鼓掌 事后美男问他还好吗 要和自己去洗澡吗 光头让他等自己一下下 美男去了洗澡 光头听着水声 陷入恐惧的幻想 恍惚中摔倒在厕所 后脑流血 醒来 吹在美男怀里 两人大半夜 在街上奔跑闹腾 翻墙 进了一处古旧的建筑 爬楼梯上天台 还带着光头去蹦滴 音乐震耳欲聋 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 光头脱了上衣 露出胸前的红胎记 尽情摇摆 突然间 地厅里安静下来 只剩下光头一人 气氛变得诡异又恐怖 那块小A罗 一滴屏幕上 闪烁着几个字 你在害怕什么 光头慌了 大声呼噪 拍打大门 打电话给大叔美男 却被提示 迎拨打的号码 并不存在 其实 他第一次在地厅外 打这个号码 也是被提示 号码不存在 情绪崩溃的他 躲去厕所 自终开始冒水 变得迷幻 事实上 除了第一次 在网络聊天室 他视频见了一次 大兄美男 接下来的事 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并没有在现实里 约见过大兄美男 恍惚中 他跟着美男的声音 见了当初 没走进去的那个门 光头穿着正式的 从美男家床上醒来 去客厅并没有看到 美男的声音 却看到之前 自己和美男 在床上对话 美男听到 刚自己喊他的声音 意识到 公寓里有其他人 突然一切就消失了 在那幅 多传人物画 和光头中间 出现了一个面具人 他把双手 放在自己肩膀上 光头疑惑 这么近吗 忽然间 很多双手抓在自己 光头被吓醒 满头大汗 这次醒来 睡在他自己家床上 灯光开始闪烁 过去的画面 在面前闪过 他家客厅 被挂了几块 大块猪肉 老爸戴着面具说 明天要找人 带他的班了 光头听见 爷爷在呼喊自己 打开房门 看到爷爷 早已腐烂身躯的尸体 还忍不住吐了出来 回到客厅 大吼爸爸 却得不到 爸爸的一句回忆 他狂躁的 把电视砸了 四周开始起火 爸爸却依旧没动弹 他跑去洗手间 不料洗衣机 开始泳水出来 马桶 浴缸 洗手池 不断地泳水出来 接近崩溃时 面具人出现安慰他 别害怕 一切都会没事 很快就完了 光头吼道 我都没感觉 哪来的真实 面具人劝他 你是真实的 因为你在体验一切 光头崩溃到 用头撞镜子 突然周围的一切 好像暂时停了下来 他继续撞镜子 直到鲜血淋漓 倒了下去 忽然幻化成 只有两张椅子的 空旷场景 他戴着面具 就到前面那张椅子上 胸前是诡异的红胎记 后面那张椅子上 不知什么时候 坐了个小孩 光头摘下面具 坐着看他 小孩胸口 也有同样的红胎记 只见他沉默上前 拉过光头 身上的一根红线 转圈拉了起来 场景再次改变 光头回到了 忽明忽暗的DT 他从破旧的房子里 走了出去 转过栅栏 迎着光的方向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腐菊猫的观众大佬们 可以订阅一下腐菊猫 打开小铃铛 接收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爱你们哟